好 这样我们就从这个 这个设定 使用者设定工程点一下 开出所有让你设定的画面 那因为如果要讲每个东西去讲 它很复杂 这里很多 有时候你没用到 你听了你也会忘记 而且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会在讲的过程当中 顺便去带每一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检视档案编辑 还有这个director run等等 有一个确认 现在这里确认 确认这里有一个好多个 每次什么冲突 什么什么告诉我 这里有一个叫做 每当程式启动时 都进入完整功能编辑去 我们刚打招码对不对 我们告诉他不要了 这个狗狗拿掉 然后按确认 好 那这时候我把它关掉 然后问你检案有没有除损 我先除损一下 这个好像我刚刚就选这个 好 那这时候我再来开训练 微特技导演 就回到刚刚那个画面了 你就还是可以点选 一般我的习惯 我是没有勾这个 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做这个 有时候这个 会比较好做 因为是多一层 但是是还好 选择比较多一点 好 那这样就可以 那你回到最外面了 那最外面那两个都可以送到 16比9跟4比3还有那个 谢谢 谢谢